记上一次打瘦脸针八脸打凹 天价黄金微针打水漂 本人又一次失败的医美经历 他来了 你们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啊 我现在脸上是上了八斤遮瑕 给你们看我素颜的样子 以及我以前的素颜和现在的素颜的对比 皮肤是不是差了很多 今天呢我就这个非常客观的啊 不恐怖彩的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哼哼这个经历 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斗鸡匣痴皮吗 就是斗印还能靠化妆遮 但是最让我苦恼的就是我的那些斗坑 斗坑是遮不住的 我去年做那个什么黄金微针 就是想改善斗坑 结果就是卵用没有反而暴斗了嘛 我不死心 今年我又蠢蠢欲动了 我盯上了这个什么1565非波脱点阵激光 据说对斗坑是比较管用的 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哎呀 把我都光给挡了 我错了 它是利用激光穿透皮肤表面直达真皮深层 这样我们的肌肤就会启动修复系统 激发受伤部位的真皮组织修复 促进胶原蛋白生成 而且它能量低 然后又不会结痂脱落 恢复期要短很多 就几天就可以化妆了 然后对去膝纹和改善毛孔 也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然后一般来说 医生就是会让你做一个疗程 就是三次 我就满怀期待的去了 跟大家讲一下过程啊 先是敷麻药一个小时 敷完就可以做了 大概20分钟 做的过程中我觉得倒不是很疼 就是烫烫麻麻的 但是我好像会比较耐疼一些 因为我之前做那个热马集 我没有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我在想网上那些就是视频 是认真的吗 热马集能量果开到六楼 我都没有什么感觉 不是我能忍 是真没感觉 然后这个它就是先给你罩嘛 罩完了之后透皮给药 当然这个透皮给药 是另外付钱的啊 它给我用的是那个 衣敷全的平敷套组 它就是直接很简单的 抜抹在你的脸上 主要是起到一个这个 补水的效果 好给你们看一下 我刚做完的这个皮肤状态啊 就好像我的脸被丢到了 开设里面 咕咚咕咚煮了半天 又红又烫又肿 就它做的时候不是很疼 但是做完了之后 你就会感觉你的脸越来越烫 越来越烫越来越红越来越肿 然后就开始敷那个果冻膜和冰敷 为了帮助我们快点 镇定退红消肿 当时我敷面膜的时候 护士跟我说 你大概敷面膜敷一个小时 等不红不烫了 就可以走了 但是我当时敷了一个半小时 脸都还是聚烫聚红的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来 我的反应确实是比别人要大很多 也有可能是 医生给我的能量打得比较高 因为他觉得我的痘坑比较明显 所以能量果开得比较高 所以这里先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的脸是比较敏感的 不要一味地追求效果 可以跟医生说 能量不要开那么高 先开小一点 免得就是后面适得其反 好 这是我当天晚上 睡觉前的样子 我还记得这个时候 我的内心真的是充满了期待 我觉得等我的脸恢复了之后 我的痘坑 我就可以淡化一些 我没有奢望说 做一次就消失啊 就至少是可以淡化一点 然后皮肤的肤质 是不是会好一点哈 然后这是第二天的皮肤状态 红已经基本上消退了 肿还有一点点 但是有一些就是色素沉寂的现象 看到没 结果到了第三天的中午 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我发现了要抱痘的迹象 就是能感觉出脸上有一些凸起 就是痘痘在皮下 已经就是蠢蠢欲动了 然后对着光看呢 还能看到脸上的那种小网格 那个是照完之后结的家 他的那个家 不是那种肉眼可见的大家 而是像睁眼一样的那种 非常非常小的家 结果到了晚上 痘痘们就开始冒白头了 真的特别快 就他冒的不是那种红肿的大痘痘 全是那种冒白头的小痘痘 小痘痘密密麻麻的 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顾问嘛 然后顾问就让我去照了三天的红蓝光 但其实就是燃病卵啊 结果后来是到第几天来着 那个医生就给我做了一个真亲 就把那些冒白头的痘痘啊 还有鼻子上的那些油脂力啊 全部都挤出来了 我跟你们说就是 如果你们做任何项目 碰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及时去让医生做个真亲 不然痘痘和油脂力在那儿就好不了 做了真亲之后啊 整个脸就是摸上去平整了一些了 终于我等啊等啊等 等到了第十二天 痘痘终于算是下去了吧 但是我的脸上又多了一批新的红色的痘印 我做的是一个去痘坑的项目 痘坑没有任何改变 我反而收获了一批新的痘印 而且脸上那个家还没有完全好 所以用手摸脸 是能感觉到很粗糙的沙沙的感觉的 就很多小颗粒 尤其是上完底妆之后 你对着光看特别明显 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后悔 因为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是做一个换季的护肤分享 我那个时候的皮肤素颜状态多好啊 我当时就是天真的认为 我这个痘肌 我皮肤稳定了 那我就要去搞一些医美啊 把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改善一下 结果我就是好死不死 又把皮肤搞得不稳定了 好到现在已经都过去多久了 这都两个多月了吧 那种粗糙的颗粒感啊 算是没有了吧 但我觉得也没有恢复到 做这个项目之前的皮肤的那种光滑细腻度 然后就是这个红色的痘印 尤其是我自己就能看出很大的区别 现在素颜就很像一个花猫脸 就很红 而且会有那种色素沉寂 并且你要说啊 这个项目就是 虽然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痘印啊 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但是它对我之前的这个痘坑啊 毛孔啊 有改善啊 也可以对吧 我仔细观察了 我真的仔仔细细观察 对比了 对我之前的什么痘坑啊 毛孔啊 细纹啊 没有任何卵用 跟以前腻毛一样 这叫什么 就是旧的不去 新的它也来了 我是什么 我就是一个花了几千块钱 给自己的脸 整了一批新痘印的大冤肿 不仅痘坑 一点没改善 肤质还变得更差了 就是后来我认真的 就是反思了 总结了一下 从我上次那个黄金微镇暴痘 到这一次的1565暴痘 我觉得啊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经验啊 如果你和我一样 是一个长期长痘痘的痘痘肌 即使有那么一段时间 皮肤比较稳定 但并不说明你的皮肤真的稳定了 那可能只是一个假象 你的皮肤深层很有可能 还是有很多炎症的 这个时候不要去刺激它 不要去刺激它 不要去刺激它 不要听有人跟你解释说 你的皮肤里面本来就有炎症 早晚它都是要发出来的 我就不能让炎症老老实实的 呆在里面呆一辈子吗 我早晚都要死的 为什么就要早死 好了 我接下来呢 我就是老老实实的 做一做光子嫩肤吧 争取把我这红红的兜印 再给它简单一点 最近几年我有时候会看到 就是评论里面 会有人说 我就是比刚做眉妆博主的时候 变美了很多 有些人就会说 是因为我去做医美了 这个什么前气养人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真不是 我这医美项目 一个接一个的失败 我真是醉了我 摸着良心讲 我变美 主要还是靠化妆 发型 还有打光会 打得比以前要好看一些 千万不要把医美过于神化了 尤其是还没有怎么去做过 医美的妹妹们 就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医美就是神 只要我做了医美 我的皮肤刷它一下就可以变得特别好 没这么简单 你们看我现在 我现在还是一个瑕疵皮 它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的明显 成功率并没有那么的高 好了 那最后就祝大家都能用一个好的皮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